兄弟们,不要任何畏惧,跟我一起斩杀邪魂 此时,被攻破了城墙的北黄城,千里山河之内 到处都是一片湿山血海堆砌的森罗场面 这些人都是拥有本体的完全魔化的上古民宿 拥有自身强大的修为基础 并且在吞噬了魔气之后 整个人又增添了嗜血狂暴的性情 如此暴虑的家伙 即便是被北黄朝囚禁了几十万年 仍旧没有办法压制体内狂躁暴动的心性 没有绝对强大的力量将之一次性磨杀 才能够彻底镇压这些魔障 可是眼前这个大家伙拥有狂暴实力 即便是龙昆亲自带人 与之对攻都没讨得什么便宜 强大的魔气在战场中间瞬间爆发 扩散向周围的魔气浪头 大凡是包围像这些妖兽战士们 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它们的体内血肉和灵魂完全剥离开来 轴身血骨都会在顷刻之间 被这恐怖的魔气炼化成虚无 而后将所有的血脉生命力精华 一并沿着周围的魔气 重新聚拢到这上骨邪魂的体内 此消彼长之间 即便这些上骨邪魂个体 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恐怖的数量 仅仅加起来也只有上百个 但是它们在整个正面战场 带给妖兽大军的威慑力和摧毁程度 却是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不行 再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我们损失惨重 那些上骨邪神越来越难对付了 必须要等徐阳老大回来再做定夺 所有妖兽大军听令 立刻聚拢到战场中央 尽可能避免和这些上骨邪魂正面冲突 小花集中升至立刻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四大妖兽纷纷点头 带领着各自麾下 原本在周围冲杀个不停的妖兽军团 第一时间回笼向战场中间的区域 没过多久 这群上古邪魂生命体当中 实力最强大的那几个 顶级邪魂强者 全都拥有预空飞行的能力 很快便和下方的妖兽大军 一起来到了这北皇城 中枢位置的虚空之上 服侍着下方这些 带在的羔羊一般的妖兽战士们 想不到北皇朝这些该死的家伙们 此番还真是给我们 邪魂兄弟谋了福利呢 居然刚刚突破了封印枷锁 就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的美味 大哥 你就知足吧 咱们也被镇压了几十万年了 如今好不容易重见天日 可以放开大吃一顿了 咱们几个兄弟合力 将下面所有的妖兽血脉吞噬一空 那我们的实力也毫无疑问 能够突破到真正的无极大境 到了那个时候 无论是修炼魔魂本源 还是修炼其他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功法 都已经不再重要 吞噬到无极之境 天地万道 皆可为我等所用 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是掌管整个北皇城禁忌 封印的那几个老东西 也无法阻止我们兄弟的脚步 看得出来 几人都已经商量好眼下的局面对策 就是铁了心 要将下方妖兽大军 生命力吞噬一空 不过就是一群敬酒不吃的老家伙 你们还真是以为被封印了几十万年的你们 还能够在如今这个年代为所欲为吗 四大妖圣根本不惯着对方 纵然这几个上古邪魂实力 都要比他们强大得多 但是所有人都清楚 只要徐扬老大回来 那便是这几大邪魂走向陨落的时候 幻音未落 只见云天的尽头 徐扬带着烟霞上神 以及刚刚征服的摩天守护旧神的图腾 朝着这方北皇城中枢的虚空之上 迅速飞来 太好了 是咱们老大回来了 下方那些妖兽战士们 一个个激动的疯狂的呼喊起来 当真是有一种逃出生天的感觉 徐扬在他们眼中和真正的神 已经没有任何的区别 只要有他在光明永存 胜利永远将是属于妖兽大军的 而那三个自以为是的上古邪魂 分明也感受到徐扬背后 那属于摩天的图腾之力 有多么强大了 毕竟说到底 这些上古邪魂能够孕育出 自己的体内魔源 全都是因为得到摩天自身 魔源气息的滋养 说起来 摩天算得上是这几大邪魂的老祖宗了 此番看到这个率领妖兽大军 一路征战的徐扬 居然和摩天的图腾捆绑在一起 一下子便让眼前这几个 自以为似的上古邪魂首领 心凉了一半 奇怪啊 那个人族的年轻首领 为何与摩天老祖在一起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旁边那个二号邪魂强者 冷笑了一声 大哥 不为由心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咱们老哥几个 已经被镇压了几十万年 这一次别说是摩天老祖亲自出手 就算是真正的至高神的意志和力量 想阻止我们重建天日 也绝对不可能 蛰伏在这个鬼地方几十万年 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 如今已经没有可失去的了 谁要是敢打剥夺我们自由的主意 咱们就和他血拼到底 果然 听到这个邪魂二号人物这么一说 中央魔器最为浓郁那个邪魂首领 也是面色凝重的点了点头 很是赞同自己这个手足兄弟的说法 嗯 没错 如果还能够从我们的手中夺走自由 如果他们还敢与我们为敌 那就将他们一并杀戮 殊不知 还是这个上古邪魂老大 将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